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不要看這個單位 現在這麼時尚又優雅 其實未裝修之前 客廳是這樣的 單位在太古城 實際面積是488呎 想我們可以用日式風格 去幫它單位設計 還有它單位的實際類型 是屬於兩房一廳的 它兩間房其實都比較凌亂 很多閘位 它想可以把房間歸一些 把它的閘位收起來 原則其實是眼鏡房的設計 整個客飯廳 設計師都重新大執位 本身它的電視蓋位是這個位置 梳化是對面的原先 它其實有個問題入多了 電視機位的客廳是無法區分兩個地區 我們就在這個設計上做了一個改動 把電視機位跟蓋放在這邊 然後它的對面這個位置 現在就是一個梳化 而它後方就是餐桌 它的好處就是 可以利用這個傢俬去區分兩個地區 首先要分分飯廳和客廳 另外吃飯都可以看到電視 我們可以增設四個喇叭 就可以形成一個私人電影院 廚房和廁所門 為什麼你會見不到那對門呢 其實我們就用了長布 屈了門框 看下去令飯店和客廳 不用那麼多門框 通透性和連繪性的空間感會大很多 至於廁所就是以白色為主 帶出乾淨的感覺 而廚房方面就是以黑色為主 因為黑色的瓷磚牆都比較耐用和易打理 至於大門旁邊這個櫃提供了大量的收納空間 這個位置你見到 其實我們都用了很多心機做這個設計 配合日常的上班 這個開放式的層架 其實可以方便去放到香水耳環唇膏之類 下方這個位置其實就是在座墊的旁邊 其實就是入常的手袋 可以放在這裡 而下方有一個很大的開放式層架 就可以給日常喜歡穿的可以放在這裡 而座墊和上面這兩個位置 其實就方便可以換鞋 之後就可以將一些外套 或者有些絲巾可以帶上去 直接轉到門口就可以出到他們上班 入門口的懸關位 就特別選用了這隻布紋磚 上面有玉色和藍色 可以配合木地板、儲物櫃和大門的顏色 客廳選用了波典紋的長布 配香檳金色的燈掣 增添了全屋的女性元素 這次的日式風格 我們利用了兩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木 你會看到傢俬上、地板上 第二個元素就是和紙 和紙會在間隔牆 而這裏和紙牆不單止揚藥著和風 對室內採缸都有好大幫助 你現在看到這個位置 其實本身是一個原有間隔牆 其實有個問題就是 裡面的光線和出去的光線會很暗 因為只有單邊牆 我們現在就將這個變成一個和紙 拼這個木做一個木的屏風 可以令到光線可以互補不足 另外可以提供私隱度 還有原則是這裏有間隔牆 兩邊就是一間上和下房 其實裏面放的東西都比較小 空間 其實我們將這棵牆拆了 現在就做一個開放式的房 有地台 另外這邊就是一個衣櫃 可以將東西歸納了 令它儲物容量提升 增空一個位置 可以讓它入後放 我摩托或者可能可以放瑜伽 窗台位加上木紋膠板做了個框 呼應和風設計之餘 又可以放置屋主的小擺設